昨天說人家貪犯經濟的韓國瑜說這樣說有點嚴重 沒有啦 這個 那就嚴重啦 不還好啦 不還是一樣啦 不同的城市有在面對不同的問題 韓國瑜說聽到兩岸一家庭就偷笑 不然偷笑還是窃喜還是 我不曉得什麼意思 他說他覺得這個比較屬於情感層面 他說用你農我農這種方式 比較屬於兩岸的心理層面的部分 兩岸關係也不是突然你說你農我農 然後大家就你農我農 這個沒那麼容易 這個台灣你看看 你講個兩岸一家庭就被K到滿頭包了 表示說我們還是一個分類的社會 分類的社會當中第一步是先求有 我每次說以前那個李登輝總統最常講 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我後來發現在真實的政治裡面 不要說不滿意 就是說這個可忍受就已經 可忍受就已經很厲害了 市長李登輝怎麼會突然稱讚媽媽 李登輝以前總統怎麼會突然稱讚媽媽 人家也是客氣 他大概是怎麼樣跟稱讚客人 沒有他說你媽媽把你交得很好 沒話他還交得很好 所以他是覺得柯媽在旁邊監督你會比較 不會啦這個哪一個孩子喜歡給媽媽監督的話 他說你做得不錯是哪方面做得不錯 人家是鼓勵的話 人家也是客氣嘛 就說這樣喝喝喝喝 我們到時候好謝謝謝謝 因為那個華府的台僑好像不願意接待你 可是又去見李登輝 他好像也對你滿稱讚 會不會覺得在勝率之間其實 他們看法也不太一樣 不是啦本來還是那一句話嘛 就好像我們投票你知道 你也不是百分之百 我說那百分之百只有北韓才有 所以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也只能說求取一個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不是啦你昨天說 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只能做到這樣而已 市長你昨天說要辦餐會請台僑來 但他們表示暗川說中國粉絲會去 然後他們對你的本土意識沒有信心 說不願意為你抬轎 所以剛才講嘛 你在這個社會上 不可能百分之百人都支持你 所以我們是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所以常常我們是表達了善意說 啊這個歡迎大家來 他不來 不來你也沒辦法 市長今天佩慈姐出國 似乎一度在體上哽咽 唉 其實老實講他實在是太辛苦了 老實講我是不負責任的先生 整天都在外面工作 所以家裡的事情都他在處理的嘛 所以你又去講他什麼 你又講他什麼財產之類的 他覺得說這錢都是我在處理我在賺的 所以他當然聽就不高興了 就這樣 你看勝訴的這個 呃 怎麼怎麼 這個 這我就不曉得 這種東西是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我要怎麼判 所以你覺得一直被潑憤水 這常常是這樣啦 這個 這常常是晚上 不過有時候一陣一陣的啦 我覺得那有一陣子 那個媒體上那攻擊是太過分了 所有的媒體所有時段同時開打 所以 我是比較無所謂 但是 陳美女比較正常的人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憤憤不平 那個對面 這都給我一個人 他就覺得 很值得 好